一年一度的春晚,应该算得上是很多人心目中,当之无愧的全家团聚的日子,而且春晚上总有很多熟练孔,比如之前的潘长江,赵本山,蔡明等人,但是潘长江最近却因为上春晚,这件事情日次被喷,有消息声称潘长江即将上春晚,所以众多网友都在下方留言,甚至还有人直接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。 其实潘长江确实是很多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春晚产主护,他的小品功底也非常强,之前也曾经和蔡明多次合作,不过不知为何,众多网友对于他上春晚竟然如此抵制,而且还有人直接在下方留言爆粗口,潘长江本人的回应,倒是非常有礼貌,尽管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年龄不算大, 而且还话语间还有不少的人身攻击。 但是潘长江回应还算得上是客气的,潘长江也已经六十岁了,被一个年龄还小的人这样直接辱骂,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呢? 潘长江本人在回应的时候也直接回应,上不上春晚不是你说了算,我说了也不算,谢谢你。 潘长江每一次的回应都非常客气,谢谢总是挂在嘴边,而且言语之间还比较委屈,毕竟算不上春晚这种事,真的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 如果因为网友的抵制,就放弃上春晚的机会,这才叫真的是被吕炎放假了吧。 潘长江的女儿潘阳就没有如此好脾气了,直接在社交平台上爆粗口发文回对,直接称,潘子们去干点正事吧,把事情都花在喷粪上,真的很浪费生命。 潘阳的脾气可能是比较直接,也有可能是看到六十岁的老父亲还要被人这样骂,所以忍无可忍吧。 这样的霸气回对果真是十分解气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